很多朋友我们都已经见过了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 我们还第一次见面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 GPX就是你看到上面 上面有三个大的我们一个群组 基本上都在都在微信里头 WhatsApp里头也有的 那就是希望通过我们不同的 高端的人才 在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地域 大家多一些交流 所以我们重点是交流 所以今天就是交流中的重点的交流日 所以希望今天我是第三位 就是主持人 我叫Savio 中文名字叫黄家常 我是做变革管理方面的 往后还有Frank跟Ronald 他们都会主持一部分 那今天因为很多朋友都是说普通话 那我们就基本上说普通话吧 假如你们语言方面是要调整的话 这样那就包含一下了 好 其实我也是老广的普通话 大家也包含一下 很好 谢谢 好 那首先一定要很清楚 要说一下我们只是一个交流 而每一个发言的人都不 他说的话 包括我说的话 都是代表我每个人自己 跟我们这个平台 没有什么其他的联系 负责任方面的 还有我们整个过程都会有记录 因为网文网号也会播放在YouTube的平台 所以都请大家留意一下 假如是真的非常秘密的东西 那我们个别私聊 最后一张 就是希望大家都有一些 我们这次分享的一些规矩吧 大家都在你的名字 希望大家都理解 知道我们在送这个平台怎么去改 就在你的 按一下你的名字 你的照片上面 右上角 就可以rename 重新改名 希望不要在iPhone啊 Samsung啊 不知道是谁 所以特别是我们网后会有一些交流的时候 都希望我们主持人可以看到大家的名字 可以真的提出大家的名字 而且在其他嘉宾或是其他人分享的时候 都麻烦大家把这个你的 都把自己精英 但是当你发言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麦就好了 而且非常重要 就是希望大家 每一位朋友分享的话 都千万不要超过三分钟 米离群 希望越短越精彩 但是整个过程 我们也希望每个每位朋友可以的话 方便的话都希望可以开镜头 所以尽管我们是后面的 我的厅子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看 我都把背景打出来 希望大家都可以交流的比较好 好 那现在我就这个过程 就说完这些了 我们就在一个gallery里头 大家都可以互相见到对方 我看到有 今天也有很多 还在大学念书的朋友 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年纪轻 我们都很欢迎大家去表达 分享 而且假如你们觉得有一些东西 希望去发问的话 我们都会有一些发问的时间 今天我们有一些主题性的东西 但是最主要我们就是在交流方面 都清楚吗 都清楚就挥挥手 那然后我就知道大家都听的 啊好 感谢感谢 好 那既然我开始 那我就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除了名字我叫Savio了 我现在的坐标 是在温哥华 在Langley 在加拿大的 最寒冷的雪 已经过了 所以现在还好 我自己的背景 过去二十几三十年 都是在抗衰老 大健康方面 这个板块 都是做销售啊 市场 方面的 所以 累积出来 很多时候都是做 关于 带领团队方面 所以 特别我现在 人在温哥华的时候 我也同时间 我在进修 领导力方面 所以我还有另外一个 一个 一个项目 现在我都在 温哥华那边 都在发展 而且同时 是在线上的 是关于 Change Leadership 就是说改变的 最主要针对 一种朋友 就是说 觉得自己是要改变 但是就是改不了 无论是心理的动力 或者是团队不给力 我的工作就是帮助他 发现自己的动力点 而且要搞清楚 自己 那个去改变的时候 究竟资源配合不配合 环境怎么去安排 而且是怎么去 把这个团队打造好 去改变出来 或者是 有些朋友 他觉得现在状态 还是不太满意 就是搞不清楚 自己是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的工作 就是帮他们把脉 所以 很快我就在温客华开始 就跟一个 跟一些 那个 怎么说 那个 地产的那些 那些中介商 帮他们做一些培训 我重点的 表面可以出现的 做到的一些东西 就是 实际管理了 人脉管理了 顾问室的销售方式 团队的管理等等 个人的话 就是发现自己的动力点 自己的事业 未来走向等等 好 那我相信 我讲了大概两分钟左右了 那我做了一个 简单的示范 都希望 往后我们都有一些朋友 可以 假如你想 主动的 先聊聊天 我们先来15分钟 聊聊天 然后就马上 往后我就交给 交给Frank 去安排下一部分 不过 所以现在我们是聊天时间 千万不要太 怎么说 太太趋紧 我看到有一些朋友 有一位朋友 他 怎么说 我看到名字 现在正在连 不如这样吧 我们有没有一些 特别是大学 大学生朋友 你们可以分享一下 介绍一下自己 有没有 谁说 简单 说自己 谁说 说自己的名字 在哪里 念书 或者念什么 简单两句就可以 对呀 对呀 不是要好像 不一定是要 好像我讲的 那么 那么多的 我看看 有没有啊 阿弦的儿子 可不可以说两句 对呀 我或者 我请 我身边 这个小帅哥 我来自我介绍一下 他现在在纽约读大学二年级的 读金融的 刚刚从美国回来 我来自我介绍一下 听不到 是金融和统计 也很期待 未来与各位的交流 谢谢彭杨 他爸爸彭总 也跟我是好朋友 现在也是合作伙伴 我现在这个坐标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湖南京小跨境产贸园 这个整个占地有260亩 这个建筑面积有几十万个平方 所以这个是做 其实这个产业园 跟我们GPX的群友 以后都可以合作了 跨境电商 供应链 供应链金融 还有跨境电商的人才培训 这块都是 都有很多很多合作机会 就正好我 就选了这个地 我就选了这个坐标 介绍一下 他爸爸在开会 开会等开完会 到时我也请他来 跟大家打个招呼了 他已经早就进了我们群了 之前 他包括做这些大众的贸易 农副产品 他经常就是有欧洲搬链 这个一火车一火车的货 运到欧洲去 再从欧洲再进下货 回中国 这个贸易还做了蛮大的 可以看看这个背景 这个背景 他这个展厅 OK 深圳的很多大型的跨界电商公司 都在这里设了分布的这里 有的外地把总部都帮到这边来了 这个以后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合作伙伴 这个平台也很大 很多商机的 好 好 谢谢 谢谢 那我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看有一些朋友 他们都看了镜头 我就点名吧 不然的话 因为我看到屏幕 我看到很多人 所以我建议 我要请你们去分享吧 不如我先邀请Billy好不好啊 Billy我看你都开了麦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的 谢谢 Servio 我介绍我自己 就首先我的名字跟公司 我是Billy罗志强 香港人 但住在中国三十多年 我公司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以浩天药业 一个民营企业 我是其中一个股东 我今天只是想介绍 因为你们刚刚介绍了自己 从那个方向里面 去讲一些跟大家有关的 先跟Servio你说的 你做变革管理 我们虽然好像是一个药业公司 我们是用自己的原材料技术 去帮助去做一些有关社会设计 社会设计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在中国 我现在在做的一些商村建设 我们把我们的智师 技术 原材料 尤其是第四产业的科技 去做一些社会设计 如果要跟大学生交流的话 不管你现在念什么科 未来现在已经开始了 如果你只是单一学科 专注只是某一个板块 我认为是很难生存 很难有一个破格的一些成就的 我刚刚说的社会设计 它不是一个新的名词 请你查一下 过去在欧洲 美国 先进国家 就是靠跨界 跨学科人才 能做到一些的创新 回到浩天药业 我虽然有很好的原材料 从一 二 三 四产 联动 第四产业 就是现在年轻人最关注的 所谓 花媒体 以数据 科技 甚至是一些 新的技术 去形成一个 线上线下的社会 我先分享到这里 我不讲我浩天药业的 PQQ 以及田野局 等有机会说到 这一些的内容的时候 我才加入 谢谢Celvio 好 谢谢你 谢谢 因为其实 其实你在微信里头都发了 有一个社会设计的大会 所以我都已经报名了 也不是要报名 就是我就 已经写在我的日程表里头了 好 谢谢你分享 我看到另外一位可以分享吗 Thomas Thomas可以吗 我看到你开了视频 你要开 开起来了吧 现在 对 三分钟以内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谢谢主持人 我是第一次上线 不太熟悉 刚才在调试 正好接到放总的消息 我才在外面才看到 感谢放总的邀请 好 欢迎欢迎 那最主要是 第一介绍你的名字 第二 你的坐标 第三 你做哪一个行业 最主要是这三点 往后的自己发挥 好 谢谢各位 我羊学 太阳的羊 学问的学 我现在主要是 从事精密刀具 这一块的业务 所以我们刀具 其实这个领域比较窄 可能很多人接触比较少 但是我们这个是 机械工业的牙齿 尤其是现在 我们这一块主要是 针对精密 高速 高效的加工 这一块的刀具 就是CNC集团上用的 我们这个材料 是比较特殊 是属于金刚石 立方堂堂盆这一类 所以它属于 比较特种的加工 现在我们很多的领域 包括新能源 车的零部件 这种压柱铝 还有一些轻量化的 结构件的加工 包括一些那个 防加工材料 钙合金 符合材料等等 这些切胶加工 都是属于我们的 这个应用场景 应用范围 那么我们这块的话 包括做一些飞标的 定制的这种设计 方案 以前主要在国内这一块 我们有一个 属于专家 是这个领域 在国内 可以说是 比较知名的 陆海域教授 那么今年 我们出口这一块 原来也没怎么接触 今年下半年 我们在美国 有一些业务 在对接落地了 所以这一块 我们现在也计划的 所以说把这个出口 我对这个市场来做一做 我想很多时候需要 后面有机会 需要跟大家多多学习 好啊 对好 我们的 Founder 我们的创办人 Winston 现在就是在美国 那往后 你们可以多交流 看看怎么去对接 资源 怎么去配合 我现在是温哥华 看看什么 有没有机会 去联系一下 好 好 谢谢你 很欢迎你 好 那时间差不多 我们到 15分了 6点15分 我温哥华时间 那时间这样的话 我就交给范总吧 Frank 时间交给你